击破白马一丛的区域 新线英 SVC赵云 王毅会不会是新武将呢 做这个推测 主要是因为新赛季 有步履冰河这个季节玩法 说明这绝对是个北方剧本 因为南方不可能有步履冰河 北方剧本的话 还有哪些战役呢 比较出名的就是同关之战 戒桥之战 还有关渡之战的后续 南皮之战 如果新武将是曹魏势力的话 那可能性就是王毅和楼威 王毅算是个奇女子 马超兵败之后 那最后为什么被赶出了汉中 最后跑到张鲁那去 那绝对是有王毅的功劳 而楼规向曹操献祭 一夜兵成 就是算是比较著名的典故了 那参考四地变化 楼规出现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和兵有关 马超方向的嘛 SVC马超 SVP庞德的概率大一点 马腾的话 在这次战斗之后被砍头了 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他一直被关着的 寒随也有可能是成为SP 再说一下借桥之战 借桥之战呢 最可能的就是先登死士 区役的士兵是盾兵 盾兵去砍马腿射箭 那盾兵克制白马一层的弓兵 那肯定是比较正常的了 在这个游戏中 比较合理的 那SV赵云是骑兵 他一枪把这个区役给挑了 骑兵克制区役这个盾兵 那也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呢 花旗是比较希望策划 推出借桥之战这样的剧本 因为这可以脱离固有的思路 不以刘备 曹操 孙权 这三个人为主角 以其他的 以三国中其他的历史人物为主角 那也是一个玩法呀 关渡之战的后续 袁绍兵士之后 比较出名的 那就是审配 波图这样的 军兽和天风都是五星了 审配竟然不是五星 那肯定不合理 在那个关渡之战 剧本有个NPC武将 是审配五星的 他变成 SP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再排出一个 比较正确的案案 新皮 他名声不显 相对于其他武将来说 名声不显 但他的女儿新线英 比较有机会 因为这个策划 是比较倾向于出女武将的 如果说这是个 关渡剧本的后续 南皮之战 那让新线英登场的概率 是比较大的 当然了 以上都是花席 根据这个 步履兵和 做的一个赛季推测 然后再根据赛季 推测的一些新武将 有可能猜对了 也可以有可能猜错了 好了这期的新聊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